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腾讯的时候 之前大家在这里看是600元的关口 就说600元就可以去捞一捞 但现在看到它今天在580元的位置 穿上250天线的时候 就是是不是一个好的部署呢? 如果好像照你这么说 科技股下半年是有一个反弹的时候 现在可不可以做一个提前部署呢? 没错,腾讯都是市场一个非常关注的股份 看到它第一个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相对来说的行得比较弱一点 当然市场忧虑的反而不是说 它业绩的增长放缓 为什么说不是担心这个呢? 因为去年说它在手游的业绩增长 实在太过强劲了 就算你多好的企业都好 没可能每一年都保持这么强劲的增长 去年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来的 因为大家留在家的时间多了 所以大家还在消费或者说是游戏上的时间多了 今年说大家可能会有所 疫情有所输入之下 说在游戏方面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所以今年市场已经预期了 腾讯的业绩出现放缓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市场最担心的 反而市场最担心是什么呢? 说它有机会在未来加大投资的力度 加大投资的力度 开始前回增加 所以可能对未来的增长 最一步增长的放缓是会有机会出现的 这个反而是市场最担心的 但是其实以估值来说的话 腾讯作为一个新兴经济股 现在股息其实已经不是太高了 说这一股价大概是580元附近 由于预期下半年新兴经济股 有机会出现最落后的情况 预期科技指数 我自己看的目标位下半年有机会是去到9000点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预计对腾讯的股价都会带来支持 我觉得下半年 如果以整个半年的投资区间来看的话 预计550元至600元这个区间 其实投资者都可以作为一个下半年的部署空间